最美麗的花蓮 我们回来了 重新回到花蓮 山海一线依旧美美美 但主持人威廉 丰田跟朵拉 这趟旅程有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地震还是有 你看现在这千锋时段过 街上就是没什么 没有电影的只有当地人 我创业这十年当中 我第一次遇到 在暑假会 在以前的时候 0403强震跟台风接连侵袭 对观光是一大重创 但当地业者不因此气馁 笑着说出这些话 可见心理素质有多强 多拉也跟着掉泪 开向当地每顿餐食 视觉跟味觉都顾到了 我们好像什么海岛的国王 真的有在浮夸 他没有骗人 都超级夸张 这是海豚吧 海豚咬球球 吃饱喝足 找个地方携上一碗 也是必要的 你不要那么近 看过周浪山外 好爽喔 天空床 天空床 星空 星空 晚上就这样看星星 看星星 好浪漫喔 对 天灾过去 地方一步步重建 也在玩乐之余 看见当地的无比坚毅 TV宣传范雨轩上不去踏不到 TV宣传的头条 最新情报站 今天带你来聊的是五月天 在前天的时候宣布要在花莲开上这件事情 当时还是在超时力啪说 11月确定会在当地开公益唱会 但时间还没有确定 没想到演出还没有办 现在当地业者却反映出 当地有个状况先发生了 其实我这本来应该是美意 最主要就是在0403强振之后 希望可以带动花莲当地的观光 但没有想到 现在就有业者反映出说 他在同一个晚上 连续收到三位民众 把11月的每一个周末 都给定下来了 他实际打电话去问他们说 你确定有要来住吗 没想到对方说 因为我不确定 五月天是要在哪个周末开 所以我先把住宿给定下来了 气到这个业者 他们就直接发文了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这么做 因为其实回顾说在 不管也没有天灾 但是在11月 对于花莲当地而言 本来就是旅游淡季 通常只有一成的住宿率 五月天的开上 虽然可以带动当地 大概是五到六成的成长 但是相对来说 你也牺牲了其他人订房的权益 不过有民众会这么做 很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先前在热门时段 或者是有热门演唱会要开的时候 就有民宿业者恶意涨价的情况 像是下个月初 Energy就会到高雄开演唱会 但是日前当地的观光局就查出 有三家的业者同样涨房价 而且最多涨到了40% 非常的夸张 最后甚至直接被公布了名称 那么其实接下来 像是在热门党期还有小猪 也确定说在今年的12月31号 会在高雄当地开演唱会 到时的房价铁定不便宜 建议大家可以再多找找住宿 或者是问问朋友 最主要还是衡量自己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TVV3的头条去心情爆炸 你会唱时光机吗 那你会唱星期五晚上吗 五月天潮汐力啪 连两天压轴演出互动满满看点 没想到到尾声还有惊喜 正式之前传出将在桃园陪舞迷门跨年 阿信更邀约11月在花莲剑正式公布 前进东台湾举行公益演唱会 五月天四月才联手旗下歌手在全州开场 把773万人民币票房收入 加上自掏要报100万人民币捐出 当时就透露下一站帮助0403 遭强政冲击的花莲 如今消息终于确认 同天登台的Energy 再把超夯16吨搬上小巨蛋 而忙着大陆巡演的人嫌棋 也来了现场瞬间变KTV 甚至唱到一半脱下外套 秀出金状手臂 在乐团帕拉斯旁也不逊色 大咖起聚海报成唱 TV别的新闻花正室 红亭台报道 明亮熟室的空间 大厅还有饼干 糖果 咖啡 无限量供应 地下室脚宇厅更有卡拉OK 桌游 儿童游戏等 提供旅客玩乐 让大朋友小朋友住宿有好心情 可以好好放松 扣掉国旅的话两碗600 再自己贴600 你觉得划算吗 蛮OK的 宽敞的房间布置温馨 浴室明亮 这间民宿就位在花莲车站附近 平假日房价1300到1500元左右 有旅客搭配平台优惠两碗 竟然只要18元 超低房价让旅客好惊喜 直呼CP值超高 其实不止如此 补助期间 宜花东的旅客扣除补助 房价也只要0元 其实我们地震之后 这边花东很明显 就是大概只有 一到两成的住房率而已 住宿率而已 那因为补助的关系 也因为我们有推一些 优惠的方案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回升 大概到四成左右 灵狼满目的食物 让人看得食指大洞 花莲另一间饭店 0403地震后 重新开业 推出双人房 一泊二十扣掉不住 只要880元 花小钱就能入住大饭店 因为推出优惠方案 入住凡箱号 连带住宿率也提升不少 而五月天日前 抛出重磅消息 11月将在花莲举办 公益演唱会 消息一出 粉丝们全台翻 也因此出现 恶意卡位的定房乱象 民众担心到时候订不到房 想先卡位却定了又退 虽然订房系统一直在跳 却都是同一批人 全是虚假订单 还可能双约 让业者非常无奈 虽然终于迎来客人 但却出现订房乱象 业者还是希望 别影响了其他旅客的权益 TVB的新闻 工作人员仔细清扫落叶 饭店房间整理的干净又整洁 重灾过后 花莲旅宿业者卷土重来 维护环境设备 准备迎接11月的重头戏 五月天演唱会 消息一出 果然瞬间涌入大量订单 11月2号3号 住房率高达9成5 但其他天还是一样惨 天团五月天驻花莲一臂之力 中央也研绎再加码 把握机会振兴 党底观光 旅客补助方案 原先美房每晚最高折底1000元 配合五月天演唱会 前后三天每晚再加码500元 团客也有加码补助 每团20人以上 最高补助15000元 每团最多补助3万 并取消每家旅行社40万元上线 补助活动期限 还延后到12月底 而11月底之前 带团人数最高的旅行社 总人数达500人以上 还可以领50万元加码金 希望旅客早点来玩点走 交通部再拨2亿元 拯救观光 业者相当期待 我们预估如果真的成行 能够补助2天甚至到3天 那我们相信对于前后的 住宿率加持 可以在20%到30以上 鼓励大家来了花莲 就多待几个晚上 另外也即将迎来中秋节 近日午后雷震雨带来土石流 再度淹没苏花公路 台九线从德路段 返乡人潮担心交通受影响 公路局回应 配合假期输运需求 苏花公路从13号下午5点 到18号早上8点 暂停施工管制 不过这几天 午后对流芸汐 依旧是发展旺盛 加上强政过后 编波不稳定 放行时段 还是必须依照当天情况 判定不排除暂停放行 提醒民众随时留意